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2010年预言假仙百年大地震以及台湾灯会主灯唐炸商人的事件 好那今天我们其实刚刚准备了很多的手版 这个廖老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南部的这个选情 南部的选情其实现在大家在看民调的话认为成局胜算比较高 那杨秋新的话呢其实现在是不是真的就如您所看 从他的这个竞选总部的一个安排是真的有可能成为黑马吗 但是他胜选几率真的很高吗 因为第一点他总部的人人员是我走过五都候选人的总部是最亲切的啦 最有乡土味的啦 因为第一点就是南部是属于比较乡土嘛 你就是要很亲切的那个候选人 甚至你的你的总部人员啊 就要觉得让人家觉得很平易进人啊 是要选票啊 因为律师老师还是做版模工的也都是一票啊 对 那反而南部工人比较多嘛 对 啊你亲切一点 我们会觉得说没去跟他走会觉得很对不起你的啊 那有一些颜色不大 那个的人都自以为他胜算在二啊 都觉得很富大啊 好像他们远赢的啦 那总部就装得很神秘外面看不到里面又不是在显偿净人啊 你是说陈菊的是不是 陈菊的是这样黑黑的 他是那个叫半反射玻璃啦 啊外面看不到里面 那就感觉就好像在选常境人不是在选市长 哦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可能心额力就不是那么够 那黄兆顺呢 黄兆顺他的致命伤就是他因为他脚扭伤 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 做轮椅就是非常不好的啦 因为南部的人 你要拜托我票叫我交给你你再用这个 你好像很大牌一样啊 就没有亲切感啊 不会大家比较同情吗 有的时候大家比较有爱情 不会 南部的人不不一样 那个民风民情不一样 况且你龙兵又搞个招财猫又 是在选市长你搞个招财猫干什么啊 这个就不对啊 龙兵啊猫是属于虎科的啊 虎科的猫跟虎是同科啊 就龙虎兜啊 哦还有这个意思哦 对啊那怎么会好像不大对 但是可以啦 广告他女友是不错啦 好这个是南部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在北部的情形好不好 先来从这个好龙兵跟苏贞昌 他们的这个竞选总部的安排 您是不是可以解说一下先讲好龙兵 好龙兵他是他的龙兵是那个龙江路啦 他的进大门的龙兵是全部是那个四亿元候选人的旗帜 那右边是他自己的旗帜 那龙兵就有那个勤心拱躁的意味啦 啊虎兵他是自己擦自己的旗帜 哇所以他那个前面看来是一日的那个国字一啊 一日的那个平凰就好像暗州一样啦 虽然他是看起来发布的事情不够后事还是很强的啦 哦就是难不倒他不会影响到 意想不到的那个那个硬气爆发力出来 苏贞昌苏贞昌他的竞选总部是在九楼 这个九有玄机哦 九就是要主打天庭 他因为他的龙兵是踢日路啦 啊踢就蹦跌龙蹦跌就回头就虎开虎出路嘛 啊就不对啊龙是代表男生啊 那男生是不是龙要抬头虎要低啊 他是开虎兵啊他又选在建阁北路90号九楼啦 啊九楼就是驻尊嘛 九就是阿拉伯市入担入最高的市啦 嗯他的想法让我们在地理界就认为说 他在算算的啦 算算的 哎呀庄小伟啦 哈哈哈那他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就是主打天庭驻尊嘛 哦 驻尊是什么 酸總統耶 那应该是这样 给我感觉是这样 这样哦 所以这次看起来是郝龙斌跟苏贞昌 来选的话应该是郝龙斌迎面比较大 好再来讲一下蔡英文跟朱立伦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蔡主席 蔡英文是在奥德啦 他前面正门口就在怪手在那边动工啦 哦 那因为 叫好吗 不好啊 因为每天在动土啊 是啊 动土就那个气就不会济气啊 不济气就不会济人气啊 对 因为最好的风水就是基本要藏风济气嘛 他每一天怪手在那蹦蹦蹦蹦那个 小姐还是工作人员在那边心情就昏环了 怎么显得出来呢 那个票怎么吹得出来 所以表示他根本不信 他也没在看这个风水的哦 信 哦有信 是早册人 哦早册人啊 他们都非常信 哦 地下都非常信 但是早册人啊 因为他们都喜欢听好听的话 要看大叔就是要装着一户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哦 是找错人了 所以可能 那个就是硬土不好 越来越厉害的 那因为他的祖魂在封港 我有去看过了 哦这样子 他祖魂我有看过 好这个待会您可以聊一下 那朱立伦呢 朱立伦他是因为他面对就是 以前现在的台北县政府 他的龙边有一个天桥 天桥晚上就是变彩虹嘛 彩虹桥就直接跨要去 宿政 现在是应该讲宿政 是是是 所以他是很有希望的啦 这样哦 好休息会进广告马上回来继续进行新台湾星光大道 好 好